HELLO 大家好,我是環宇船部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歡迎來到港人喜歡的深圳 我們環宇船部的深圳展廳在盧口旁邊 一出田梯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103號鋪 可以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船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 我們精心觀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以及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這個最地道的美食 那現在山家看到鐵欄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送來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子溝 全程為你遮風綁雨 用心為你安排著遮涉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現在撥打熱線電話 6963-0900報名 來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環宇船王安迪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萍姐 阿萍姐 今天我們再次來到中山火具區的港行會這個樓盤 因為這個樓盤是最近中山最劇場的樓盤 是 我們上一次已經拍攝了事發單位 區位和沙盤 是 一個很詳細的介紹 我們今集說些什麼好嗎 交通 OK 交通 怎樣交通呢 我們試一下在我們這個樓盤 去中山港要多久 因為在中港城 在九龍的西九的中港城 可以坐船過來 很方便的 來到我們這個中山港 再來到我們這個樓盤要多久 距離要多久 我們試一試 還有地鐵有地鐵站 有廣州的18號線 在二七年就會落成 這裏是雙地鐵口 我們稍後去看看 也試一下車程要多久 其實不要介意走未必到的 但是我們也試一下車程要多久 還有最後我們試一試 我們最期待的深中通道 還未開的 我們試一試去到深中通道的出口位 或者入口位 中山這一邊的入口位 或者出口位 試一試樓盤去這個位置要多久 好的 我們現在上車 好 我們現在到了中山客戶口位 那車程都是10分鐘左右 對 這裏就是中山港 我們從樓盤過來駕車 那次來到這裏 如果叫車滴滴滴的話 五元六元而已 那就可以來到 因為中山的起伏較便宜 還有這個中山港 我們就可以坐船回香港 回西九 中港城 和可以回船口 如果你說回中港城的話 一天就七班船 二百四十元位 船程就過半小時 這班船也算不錯 這班船也算密 對嗎 七班 對 我們來完馬頭 我們再去火具站看看 好嗎 好的 現在我們的位置 就是火具地鐵站 是 我們這個樓盤距離火具地鐵站 要多久 4.6公里 4.6公里 車程也是12分鐘 不近的 兩個自導的車程就可以到 至少有先 對嗎 對 實實在在做地鐵站 真的在做地鐵站 真的嗎 對 火具站 這個地鐵站 現在正在施工 因為你知道 很多東西是幻想出來的 現在其實正在做地鐵站 不是幻想出來的 還有 我們這個樓盤 除了火具站 還有一個站 中階邊站 對 因為我們這個樓盤 是雙地鐵的 雖然也不是很近 但大概兩個字左右 就可以到達地鐵站 還有這條18號線 知不知道可以到哪裏 到石極那邊 或者到太石極 對 石極市中心 又或者可以到馬安島 又或者可以到廣州 甚至乎珠海 都是沒問題的 因為這條是廣州的18號線 OK 四通八達 OK 我們就說完這個18號線 這個地鐵站 我們最後試試 我們樓盤 去深中通道的位置 要多久了 好嗎? OK 深中通道 包括快海橋樑、海底隧道、海中人公島、地下互通四個部分 快越零丁羊連接深圳與中山兩地 一旦建成 從中山開車前往深圳的時間 將由兩小時縮短為30分鐘 深中通道建成後 將與港珠澳大橋一南一北 溝通珠江口兩岸 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 注入巨大活力 好 OK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樓盤 來到深中通道的出入口位 是 OK 用了多久的時間 我們是用了三十三分鐘 總共25公里 是 三十三分鐘 即大概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就來到這裡 接著 將來我們 再過回深圳 也可能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是 就可以去到這個保安區了 OK 其實那個車程都是廢的 你總共到了樓盤的話 都是一個小時左右 是的 比傳統的虎門大橋的方法 就會快很多 最多快一半 是的 沒錯 所以這條深中通道 真的很期待 6月28號就通車了 全程24公里 對我們這個樓盤 就非常之有幫助 是 我們今天就看完地底站 中山港 以及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深中通道的出入口位 其實這個樓盤還有很多賣點 是 那有什麼賣點 是嗎 平 是便宜 二字頭都有 有裝修 還有它的位置 也不是偏的 有配套 有配套 兩個字範圍 應有盡有 基本的東西全部都有齊 還有 有獨立廚房 有明火 你最喜歡 是不是 其實這個樓盤適合 買來投資也好 買來自己擁老那些 也是適合的 是 道價也可以 不一定養老 這個樓盤 用途也很寬 是 這樣吧 我們今集應該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 隨時聯絡我們 我Andy 或者阿萍姐 我們送三年的管理費給你 OK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